你跟他钓鱼啊 钓没有 今天怎么会在那边钓鱼 今天不是风 台风要来了 康瑞台风毕竟 这对夫妻却带着婴儿到彰化线西 温载港钓鱼 看似晒日光玉 但浪已经逐渐增长 风有够大 岸边的记者和婴儿父亲对话 都得用寒的 这名爸爸在渔船上 待了老半天 不时挥动鱼竿也没鱼获进帐 妈妈则是抱着婴儿不断逗弄 这对夫妻老神在在 却让大家替他们捏把冷汗 因为远远就看到风力发电机组 风机叶片快速转动 可见风势强劲 还好海巡发现立刻将他们劝离 那个今天还可以钓鱼吧 渔港内陆陆续续有钓客 但船东碰上秋台小心翼翼 虽然不至于掌潮水淹上岸 但也老早就把渔船固定好 另外地方台电视缆线工程人员 沿路在海边巡视缆线 加长固定 你要把太久的要换掉 大家出来巡视 也是要看看有没有陷入进去 康瑞台风来势修凶 防台工作千万不能大意 东新闻陈友谊在彰化报导